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排位日和大家見面的堅仔跟進碼 我是波仔 接下來星期三繼續有夜晚的賽事 第一節會和大家聊聊 波仔的跟進碼星期三會上陣的機會 第二、第三節是回顧下賽事的跟進碼表現如何 有觀眾朋友上次留言說 這麼多碼名記不上腦 只是想知道未來星期三的賽事有甚麼抹植的問題 所以看第一節便會幫到你 立即說到第三場想見你 這次就縮情下來 最近兩次在千月內 流後、跟前都試過不同的跑法 除了頭罩上次也有第三 上一次是恰如其分 月戰自己、方堂武士 現在也算是節省了藍線、早段節省了腳程 今次的Soloia 1000 應該都好跑 三檔 預計它不會走得太遠 加上這場有電路7號 試襲有些速度的9秒9 胡椒君曹 顏色黃之盆板聲 應該都會有正常的捕捉 想見你留在中間的位置 以它1200的氣量 應該在這一組內會合跑 看看縮下來這組會否賺到一些氣量或級數 加上馬房剛起了媽媽 可能在季味內還有一絲的攻勢 這隻也未交代 結合這場是杯賽 可能份外賣力 希望這隻想見你 今場可以開齋兼捧杯 去到第四場的時間 兩隻跟進馬 一隻都是跟剛才那對騎士鏈組合的 就是嬸雜城馬房的馬 另一隻就是潘頓座騎 說回仁和嘉盛 這次的檔位依然不錯 而上一次起步快 但中段跟著正本洪森帶不到上去 正本洪森整個保齡球滑下來 仁和嘉盛做了一號樽 一邊蹬一蹬到尾 加上步速偏慢 直路整堆一堆 就不太能發揮 這對騎士鏈 昨天也有贏馬 就是信心之選 會否配合想見你 這一場 仁和嘉盛跑千二 想見你縮落一千 會否分途出擊 希望這個分已經減到突勢 因為上一次跑入三甲的時間 都是七十多分的時間 雖然遠一點 但未來在六十多分的時間 三班都在追上自然輝煌的騰龍區 相信分已減凸了 希望可以交代 另外 俊臣 上次坐右的跟進馬 俊臣說在六七七的時間內跑 俊臣說他上次兜了大彎 這次配到潘頓上陣 可能會熱一點 但這隻馬過來還未交代 排七檔可能制宜就要考一考 如果兩隻來計 當然是拼拼冷一點的任何嘉盛 我自己會暫時有一個概念 接著到第五場的時間 跟進馬這隻又是落在潘頓手上 需不需要弄一轉潘頓的騎斯王呢 看看有多熱 這隻五個洗濟音聲 其實都較早前的跟進了 最近兩場在田塔頓跨下都算是跑得不錯 這次落到他手上 看看會不會創建群英 突然去騎的丁購馬 又或者之前的堂堂幸運 落到他手上之後都交得不錯的表現 這隻細疾音聲 這次的主要對手 例如電子傳奇 加勒飛機贏進天下 全部沒有報道 即是沒有上陣 有這個路程根據馬匹 例如海島才之成才開懷大笑 但其實一些檔位不好 一些近況可能比較差 即使熱就熱 但未贏過到季美時 這麼主動的他 看有沒有機會順勢開齋 這場我覺得是黃金機會 去到第七場 二號碼真友 上次許良尚圈繁草不安 盤頓覺得他的動作欠順退出了 有時候發現左偶腳又不良於行 當時是5月18日 看回他退出後 隔兩天 即是翌日有游泳 量度補 其實隔了4、5天 已經快跳 再試貨閘 雖然起步慢一點 但其實也有追 起碼操練上 就不太多 這次換上蝕恩 看看這對奇練資料 有加勒飛區 米代賦超額應購 都進來 完全沒有交收 再加上這場潘頓可以跑神速奔馳 那次可能會較熱 也算是第一次來跑夜馬 以及要跑谷草 相對地 如果真友跑他在櫃內470那場 迫迫劫劫追尚尚有如牽旺家庫 土方岸這一組應該夠用 加上第七場 我估計會有正常步驟 因為有正本歡心 好彩彩 這些會大快一點 希望真友在內欄中 還有有機會衝回一席 我覺得 冷卻或四選之內 都可以預算他一席 回到第二節 馬上和大家回顧 在日沙田日賽中 波仔的跟進馬表現如何 回到第二場時間 兩隻跟進馬 無可限量 上一集的時間 就是說 上次跑谷草 有少許意外 定在後面 昨天這三代起步 都不算特別快 跟著中間位 步速不是太快 但其實追射 都是普普通通 似乎這一批無可限量 去到季中打後 進步都是一般 所以跟進的價值 再度減低 而另一個角線無雙 博他 田草 之前他都沖得近 昨天的上半場 走三疊 不算太差 直路 其實在外面沖 更加好 這場馬 同線路 例如 楊明冠爵 合火 那麼厲害 其實 都有追賓 上主馬群 反之 這個角線無雙 真的跑得差一點 輸不緊要 但兩步都不追 的確有點失望 這隻馬 就等他回谷草 可能會好些 亦都可以看看 讓路了的 今次賽事的 紫雲冰 又或者夢幻當家 的表現如何 會不會後兩隻 才是真命天子 去到第三場的時間 兩隻跟著馬 就同場較量 分別是2號 美麗小星 和3號加州威勝 的確 上一次節目的時間 第一年就覺得 加州威勝 可以比較主動 讓美麗小星去追 結果 當時的預想圖 就成立了 賽前 我就將美麗小星 放回上頭 即是投選 可以這樣算 因為就覺得 上次都吃到牛 都輸給三番色 上榮的大財 今次 可能是順勢三疊 有機會 都能克服得到 結果 他都算聰明 因為 其實起步 你順著走 就擺在前面 你現在又是三疊 事務部速 跟前 說你中前的位置 就不到他跑 小星是跟前一點 失去這個Wing 但賽右航 幸好 又不是追得很近 因為如果 如果昨天他連拿幾圈 差這一隻 那就真的閉加火 先不論 欠不欠到冠軍 美麗小星 這場來算 都真的蝕到盡 看了頭五名 只有他一隻 是後上追上來的 無疑 這場賽事時間 沒有第二場的四班千二那麼好 會不會對手更差 所以他蝕到牛 才上到名 有少一部份的程度 但都要奶念這一筆 美麗小星 這次因為 磅底裡加了六磅 要背一三一上陣 還要時光部速 假如是 下次再對壘 只要排好檔位 再成熟一點 都保重可期 另外 收入加州威城 這場贏馬的形勢 可謂相當之好 入直內二 不是出中檔追 下一次再出的時間 要他再進步 因為如果遇到一些 比較在惡少少的四班千二的馬 有機會有劏倒的 或是落斑的那些馬 就像上一次的中肝義膽 那類的 所以 美麗小星 就下季初或季尾 不知道會不會再上陣 或者去到九月初 應該有機會再贏 加州威城 下一次就要再度一度形勢 如果排外的檔位 有馬頂下他 可能就有機會未必可以連接 去到第四場的時間 四班千六米 上一次的標題 威之星 在頭圓上重化 出動馬防最慣用的招數 這場馬跑第二 只是合格 因為超健勇士和威之星 兩隻都是賺捕捕 超健勇士都不是一隻 再容易贏的馬匹 威之星入直內 就不算給到很多壓力頭馬 所以 暫時覺得威之星 即使落到四班 都不算超級 唯一一件事 可能會令到他大變身 威之星這筆馬 曾經顯現過他的氣量 輸給熊旺的時間 快步速回來也不斷 現在縮起來 鬥飽他不是很厲害 究竟威之星 是否順放 扯流扯放 會更加強勁呢 打下一次騎練或幕後會否轉用這個跑法 而另外跑第四個大登殿 上一次賽前 即上一集節目 就是說 擔心他的十二檔會被迫留在太后 這場就沒有了補促 結果他雖然走外面有力露斷 但他真的追得不錯 似乎這個分在四班 就真的有迴旋餘地 而且下一次排內檔 更容易跟前一點 可能會更好跑 所以這隻大登殿 都還未可以刪除跟進 都值得去跟實 去到第八場的時間 白威小子上次在這個節目 沒有特別提及到 因為我想留在A3介紹 但世榮就順理成章 挑戰一下他 現在挑戰不成跑第四 不偏不倚也走迷江 因為臨場我買了百威小子 拖一三八這三隻 四選 這場中中了四重彩 即是貼士 現在跑第四 沒有派彩 亦都證明了這一匹馬 一元外地 很早已經上千四 就得到成績 不過這一組馬賽事 沿途步速相對偏快 所以你見到自勝者強 當然也很強 跟前 後面沿途包了 尾三隻就追上來 現在後面那一堆 例如 聖靈之駅 天使獵人 安保神舟時代 其實賽前都覺得比較像 爆了小子 賺了段速 又或者直路走外擋 有利的場地 跑回第四 要再贏這隻馬 就要再進步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三歲 因為它過一堆 比較疲弱的馬匹 但我覺得都可以繼續跟進 來到第三節的時間 當然要找新的跟進馬 我們立即回到堅仔 賽馬APP 到了第二場的時間 剛才都略略提及到 第二、第三場 這兩場的四萬千元 第二場的總時間 稍稍稍好一點 加上在一個沿途慢的披繩 開一個快的木段 這隻的贏馬運高八斗 姿態也是輕鬆 當然如果加8分 這樣就好一點 因為有機會繼續在四班跑 但是下季也有機會繼續贏馬 立即一路看回沿途走位 喜歡這一匹馬的臨場 它走出去還有點急 出去跑動的時候 而且移障馬一直拖著它 仍然有點急躁 但陣上跑下去 就像另一隻馬一樣 現在第三位 這件都比較熟悉一點 就是虎高八斗用彩衣 你看到田太安 當然前面有兩隻馬 大鬆比較容易跑 但這隻馬沒有慢步速之下 扭頭另計 都是跟得比較順 然後慢慢從彎中移出來 各方面這匹馬都比較順滑 雖然這一組後面那對馬 例如閃電俠 德力寶區 甚至省下內蘭腳程 幸運天賜 跑二三四名 後面那些合夥那麼勁 追得不錯 或者整組賽事的水準 可能後面那對馬都比較差 我覺得可能是前面那一隻 因為他自己拉士 做一個不斷拉法的時間 他都飄掉贏 我覺得他似乎還是有一點超班的味道 所以這一匹馬 在下一次的時間 不知道貴尾會不會再上陣 如果其中的四班再跑 這四班千二 遇到一些弱點的對手 我覺得有機會是再贏馬 看看會不會撞到一隻美麗小聲 如果分開就最好一點 撞到就能和你捏一下 所以這隻叫做穩高八斗 這場表現都算是出色頭馬 在Long 中環裏 再做這個賽後筆記 這個評分 我相信加9分好 或者是10分好 我覺得現在仍未盡 還有上升空間 雖然部速是賺賺的 但是這個三歲仔 這麼快就已經可以跟得那麼前 賺完 下次都可以再賺 放在前面 尚勝利在後面 又要這又要路 看看追不出得到我 開出賽提醒 儲存回 這隻運高八斗的筆記 就更好 跟著另一隻跟著馬 就是第四場 四班千六米的賽事 選擇的是12號的慶高彩獵 馬上看看這匹馬的沿途走位 以往這匹慶高彩獵 就被人以為是冠名的衰馬 現在走在尾 有一點粉藍色衣服 黑帽 有一隻升 就慶高彩獵 剛才所說 這匹以往的衰馬 很難出頭 經常折一折就算了 但你看到這四場 沿途的步速偏慢一點 威之星 超勁勇士已經在第四五位 而這隻以往比較重口的馬 似乎可能贏完開竅 一直在外跌走 都跟得比較順 沒有扭頭零計的現象 雖然 他的位置 相對於大燈電 現在才慢慢移出來 他就有一點主動 但連同上一場 在劣勢之下贏馬 似乎這隻五歲的北半球馬 現在開始踏入了穩定期 如果下一手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在七月內再出 假設他不出 落到下一手 現在得了四十多分 有機會繼續反彈 這裏在大外擋的慶高彩獵 雖然他賺了一個有利長地的直路 但他虧了一步 而拉斯越撲越近 你看到馬雅也不需要打到他死不死 才撲上來 但其實他有些勢 是一直撲上來的第三度 所以這隻的北半球馬 不知道會不會落到五盤志 又或者落到韋達首 現在四十七分的他 我覺得還有一點水位 不需要多 或者上一六十分前 至少有一至兩場的頭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的慶高採裂 可以作為跟進 在馬兵旁邊的欄中 打開 步速是慢步速的受害者 這場他虧了 雖然直路就有利老斷 現在四十七分的他 可能到五歲 就進入了大雪黃金期 繼續進步 希望僵口越來容易操控 更加容易拿到頭馬 我覺得這個評分 還未盡 依然盡是有利水平 當不側身也好 開分出菜提醒 看看貴尾前 蘇布羅會否用盡一時 還是留下手 儲存 這隻的跟進 我們便做好了 很快三節的節目時間 和大家看待這裏接近尾聲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 記得在下面的手指按LIKE 第一次來到我們 堅仔賽馬APP的YouTube Channel 有下角有個紅色訂閱鍵 在等待大家的訂閱 如果真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看到剛才的賽馬APP不錯 不妨可以在這條影片下方 有一個下載的連結 按下去 就可以免費下載我們堅仔賽馬APP 第二場所有功能都是免費使用的 看賽事片、試集 看一些統計資料等等 如果去到第三場打後 為何會有些載職只有兩場呢 甚至乎明明已經跑過很多場 為何看不完呢 因為我們有一點收費 作為一些成本的開支 如果想知道更多年月日費的話 可以WhatsApp 放在自電5361016去查詢 如果想知道10吋亞馬遜平板電腦 再加上堅仔的連費等等 在片尾KK會和大家用它的靚聲 去介紹一下 千萬不要以為 那幾個賽日 現在買味很吃虧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以連費 到下年6月都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大家有興趣 記得要WhatsApp 或是自電5361016的電話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接下來星期四 繼續在堅仔 跟著馬下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Hello 我是KK 讓我帶回堅仔優惠給大家 堅仔賽馬App 連10吋高清平板 只是賣2688元 這個App有分析 賽職 即時賠率等等的資料 還有很多報紙沒有的功能 例如堅鳥秘給 集錢大戶飛 和人工智能走位圖等等 加上我們專業馬平家的貼士 每場賽事分析獨特的見解 都幫到我們爬馬贏馬 堅仔App還要在內地 和世界各地都用得到 一開App就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破報紙了 當然除了跑馬之外 部機還有很多用途 看戲 看球 打機 播劇都可以 就連小朋友上網貨都可以 整個到餐這麼多東西 才賣2688元 2000多元玩了全年那麼好 還不快點WhatsApp 或者打回來 55361016訂回寶 MING PAO TIMING PAO